酒妹的東西都拿差不多了 是該走了 可惜這麼好的地方被炎王本一把火燒了 以後還再重新整修 又要花上一筆銀子 說炸香冒昧倒了 什麼人 再次移花宮花五圈 花五圈 原來是你 我說你在那五零大會 為什麼替江北和那次說好話 對方是出出江湖分不清對處 上了大還不知道 移花宮的花五圈 不知道我們前面有何劍叫 移花宮出生的還算不錯 不過劍勢還不夠廣 照下來木龍九姑娘有一面之遠 就順道來此 是否與兩位木龍小姐有相見 這荒謀的榮幸 這樣啊 敢問花公子怎麼認識九妹呢 在她之前因為誤會 要追殺一名張小魚的男子 就是在此地遇見木龍九姑娘 原來如此 我們姐妹倆另有要事要三談 就不招呼這位公子了 這花五圈還不成氣話 我再招新一次就不用和她提了 花五不敢打擾兩位 兩妹莫送 木龍蘇家的女子和世界女子相比 國有不平凡之處 國有不平凡之處 好 只是要觸發這兩個事件而已 不能飛啦 站住了 你被捕啦 我嗎 沒錯 就是你 快速走就行吧 哈哈 你讓我出運了 我做到大帥褲流香 會要升官啊 我們不是大帥褲流香啊 你抓錯人了 你不是褲流香 那你幹嘛不倒是吧 害我把他高興一場 他這樣都相信我 嗯 西門吹雪 離心幻 中原一頂 都不太好抓 好啊 請問一下 這位可有聽過 白虎三軍這號人物 沒問的 好 這種高難度的情報 只要五人就對了 這位孔子 你沒聽他的 那白虎三軍的事 我也知道 吵什麼 這次大家都知道 就讓我來說吧 那白虎三軍聽說是 蛇行下的 武功很高 還有一個豐騷的老婆 他就往一艘那邊不遠的地方 不過這附近的人都不敢 不太敢接近了 那白虎促進很大 只要有一人堅信 他就歡迎是去勾引他老婆的 小兄弟你升的券 就更加加倍小心 不錯不錯 那白虎虎喜怒無常 常愛到你吃肥醋 你沒吃別去找他 回家公司 有我們陪著 應該不會有問題才是 那可不一定喔 不過我還是告訴你 那白虎虎的住處 你弄著要去的請便嗎 走 沒有人在家 這好像是接到三臂的防射 主人好像不在這裡 我們找找看吧 對齁 還要打散我衣服 都忘記了 那我先脫個裝 這裡好像是主人的握法 打擾了 主下竟然來了 為何不竟然坐坐呢 竟然來了 這場有危險要闖一闖 多謝 在下打擾了 好一位偏偏世家的公子 不敢請教高姓大名 照下花五全 不知姑娘方面 徐娘已嫁 怎敢再居姑娘 見切姓白 原來 原來是白夫人 公子遠來 見切姓不能出來 已經地主之宜 判公子恕罪 人與夫人隔離而談 在下一決 不勝龍蟲 我已經算很客氣了 不想你請給我更客氣 這麼這樣客氣下去 我既不好意思問你為何而來 我也不好意思說 這些客氣話 不如還是免了吧 是的 請問白夫人 這裡可是白虎三軍的住所 不錯 這裡就是白虎三軍住所 你竟然知道 還敢來此 在下有極為重要的事情 也想請教白先生 不得不來 你如果真的要找他 我是可以帶你去的 多謝夫人 只不過被人鎖在這裡 動也不能動 這怎麼能帶你去呢 夫人既是磁性的主人 又怎麼會被鎖在這個磁地 這下實在白虎不得其解 你過來 就知道了 我會是個陷阱 你這樣他來在這裡 連走過來都不敢嗎 喔好像我覺得不得 不能被擊耶 啊 白夫人 你居然被鎖在地上 這是誰做的 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 不錯 我的丈夫是天下最會吃醋 最不講理的男人 他總是認為只要他一走 我就和別人男人勾三大四 惹人別人瞧我一眼 他就要將那人殺死 你現在已瞧過我了 你就讓他不救我出去 他也要找你算帳的 這下平生最恨的 這是欺負婦人的女子 莫說站下他也有求於夫人 就算沒有此事 這下無緣羅河 也要將夫人救出去的 很好 他過來讓我一把吧 你還不過來嗎 白夫人可以自己站起來嗎 他還一次 你難道看不出來 我現在簡直一眼一絲一氣都沒有 沒有 那該怎麼辦呢 呆子 你這麼大一個男男 遇見這一點小事都沒主意嗎 夫人的意思是 我站不起來 你難道不抱我起來嗎 好奇怪的女人 難怪常常能說這女人風騷 夫人此刻若真的站不起來 再一下就在這裡等等好了 不若是一個時程都站不起來呢 這下樹來很沉得住氣 無論是三天三夜都站不起來 你難道要等三天三夜 這下直到夫人 絕對不會讓這下等三天三夜 哼 一點也不錯 我回來了 不好我 我重複回來了 在哪裡 就在 就在這裡 臭婊子 看錯了什麼事 閣下站起來息怒 聽我一眼 我聽你什麼 我聽你個屁 老子前腳一走 你們這團狗狼你就不幹好事 老子早就知道這臭不了 是天肉的賤貨 竟然會看上一棟小兔崽子 老子告訴你 我們在一起你就兩三年 只要你一出去 我們就清清熱熱的在一起 你又能怎麼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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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為何要如此? 好了 你怕什麼 反正事實到如今到這個地步 咱們不如索性跟他講清楚反而好是嗎 你 講清楚也沒用 你們這對狗男儺老子做了真野王吧 那簡直是來做夢 對 我要怕他 為了我 你也該和他拚 放屁 好了 你趕緊找這個老傢伙 我們就可以安安穩穩做一對 永遠的夫妻了 小子 老命來吧 他很強他很強 沒東西偷是不是 再偷一次 嗯沒有 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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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還好和睦我學移花街域 好小子難怪敢偷人家老婆 原來有兩下子 好人我還真會看出有這麼好的功夫 留你這樣的勤朗我還怕什麼 對不起我把滑鼠移開啊對不起 擋到你們視線 我 別急的說話 論江湖經驗你還太嫩了 你 我本來以為愛上了別人 但你們 一打起來 我才知道真正愛的還是這頭大老虎 我寧可將天下的男人都殺光 也不能看別人動你一根手指 你 你對我家公子做了什麼 小姑娘別急 只不過我把游時針射到校妖穴裡 死不了的 哈哈 老婆 幹得好啊 看來是真的 一口真氣倒了腰 腰腹肌就上不去了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別擔心 你是移花工的花無缺吧 我們老早就想找你 沒想到自己送上門來 公子 你們兩個不要亂來 我還有比生意和飲家公子坦坦 我家公子好心幫餒 想不到你這樣暗示毒手 哈哈 這老婆別的不喜歡 故意弄得情男人氣我的事常有 你們家公子既不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不過是玩玩而已 老公啊 你和花公子慢慢談吧 活送這兩個女孩到地島去 乖乖的和我走吧 如果你不想看到花公子受傷的話 好 地方媽媽 呵呵 怎麼有點變態變態 女人家都走 我們可以好好談一些正事 你可知道我是誰嗎 蛇性像是白虎三巨 越點越不錯 你竟然知道我是誰 反倒一點都不害怕嗎 我這次來到這裡 目的是要見到你 有什麼好害怕的 哦 這倒奇的 平常人見我唯恐避之不及 那你找我說的我也何時 我想知道 慈性年前銀花公的大俠兩位公主 在追殺江峰這層室 十二星一下 可有人在場了 你想知道就是這個 有意思 我可以告訴你 當然是有的 那這個人在哪裡 我想要見到這個人 我現在還不想要你死 你是見不到這些人的 因為他們全都死了 那 這麼說來 除了雞圈兩人之外 十二星像沒有別人在場了 就是這樣 他們兩人都死了 所以我剛剛就問你 我也為什麼不怕我 米花公殺了我們十二星像的人 我怎麼會對你客氣 這 既然不是十二星像 那當你在現場的人是誰 小子 你要找誰我並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多辦是你自己弄錯 現在想想你自己的處境吧 難道不怕我對付你 閣下弄到動手 反常就不會對我說這麼多 竟然閣下陪我說這麼多話 必是有求於我 閣下竟然有求於我 我兩人都還會害怕嗎 誒 華舞雀 你這句話有點像江小偉會講的話 不錯 我的確有求於你 只要你說出 移花機率是功夫的秘密 我不但立刻犯了你 而且你若有所求 我必也間接應餘 你以為我會答應 你能不答應嗎 這優勢正在消耀穴裡 你一分近年都體育起來的 只能乖乖地 讓人擺佈 你能不答應嗎 射傷令人開口的法子有很多 有的以生死相想 有的以酷刑逼供 有的以彩色相用 閣下不妨都試試看 看是否能力炸下開口 我既然無法可想 也不用白廢棄你 看來只有一手了之 你願意留下就留下 願意走就走 我也管不了你 不過 你萬一要找我死 只要大叫余神 我就會來 不過 如果 你現在都是隨意走動 那優勢正在 也會跟你氣血而到 轉入 你消耀穴 重難十分小心 也走不了多遠的 等到你想清楚 願意找我了 再叫我一聲吧 我既不能動 又不能運勾 大家這裡不動 找我也會餓死了 我還有什麼事可以做 可別的是那知情第三人 竟然不是十二星像裡的人 那白虎三軍有求人欲望 不用刻意騙我 那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若是不能生意此處 那也不用以小優的決鬥 鐵姑娘也不會傷心的 不對 以華共與十二星像是對頭 我若是命傷的魚子 何路也鐵進來 對方也就出不去了 非要想辦法才行 求求你 求求你 不要這樣 求求你殺了我吧 你這畜生 這是鐵姑娘和路的聲音 我就算是那盒有十三 進到小妖學裡 也非走不可了 心萬繁花 走嘍 老實告訴你 我不行一切也要得到你 倒也不是真的看上你 我只不過是因為花無缺和江小魚 是江魚狼 是阿花大哥阿 我也不願傷你 你快走吧 小弟罪命 小弟罪命 公子 這樣就不對了 他可能想對黑鬼狼動手 你整人就放過他了 殺之既無所 放了也罷 江魚狼此怕此刻還沒走遠 不能說出實情 你 連跳殺那堅持都不肯嗎 公子 那你先過來幫我們解開穴道吧 我現在 原來有力量 我不能解開穴道 只要移動蒸氣 可我那真的入穴了 因為滑舞圈不能動無阿 不是他故意放過他的 大家知道嗎 大家懂嗎 他現在不能解釋你知道嗎 你懂嗎 你 你學長都不願幫我們撿嗎 花公子現在都刺過善不暇 哪有力氣救了你們 你們難道還瞧不出來 你們又何苦逼他呢 這 這是真的嗎 江魚狼 我不願殺你 你難道真的要自尋死路 不錯 我就是要來自尋死路 我現在就要將鐵姑娘暴走 死在他身上 你 你敢 我為何不敢 難道我們花公子 還想敢對我怎麼樣 嗯 花五千阿花五千 你為什麽不過來 你那一聲致命天下無敵的武功到哪去 你難道 這要看著我出手嗎 你 你敢過來 花五千 你嚇不了我的 我早已看出 你也被擺上去夫妻所上 武功也一分都死不出來 是嗎 好小子 你真有種 但你怎麼敢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宰了你 不錯 生命的確可貴 但 他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交換 但如果我願意 也絕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 好 你既然要死 我就首先成全能力吧 殺個把人 向來也不會妨礙我享受的性質 哈哈 你 你瘋了嗎 那擺上去說的沒錯 那有時針 真的進入逍遙續裡 都這樣 我還有什麽好顧忌的呢 難道 他方才裝模作樣 那可不妙 哈哈 哈哈 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 你家我們都騙過 還有我們衛星超級 你能覺得很好笑嗎 哈哈 公子 你可以不笑了嗎 哈哈 我剛才 已經替K姑娘 現在有穴道 哈哈 一萬自己走吧 哈哈 告訴我 你身上究竟發生什麽事 什麽事 什麽事 哈哈 我只覺得你好笑 哈哈 求求你不要再問 求求你 你 你是不是受得很奇怪的傷 我怎麽會受傷 我怎麽會受傷 公子 你為何不可能說實話 哈哈哈 你們還是快去找江小玉 快去吧 小玉啊 我早已忘記了她 你還是忘不了她的 哈哈哈 愛 便不是交換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若是愛一個人 無論她怎麽樣對你 你都是愛她的 我 我 你還是去找她吧 好深照顧她 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花舞雀 你是混賬 你若這樣是 我能嫁給小魚兒嗎 你若是這樣是 我生一生 那怎麽會才有一天快活 我就要死了 我就要死了 不 花舞雀了 花舞雀了 你至少現在是活著的 你至少可以用短束的生命 做一番事 你就算要死 也不敢死到無聲 無息 拜三軍 你聽著 我就算要死 但我要將你們這些陰毒的人 全都殺死 為素人 世人出害 你們納命來吧 哈哈哈哈 等一下有戰鬥也要笑嗎 啊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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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三軍啊白三軍 你在哪裏啊 哈哈哈哈 你為何不敢 出來與我一戰 這刻我氣力已現 就像白三軍來了 我也無法一戰 老天竟然叫我這樣死去嗎 你來得正好 哈哈哈哈 竟然來了 為何還不出手 原來 你只能來看著我死的嗎 很好 無論你為何而來 我都很感激你 我真的覺得寂寞 哈哈哈 可憐的人啊 你今天求生的 勇 勇氣 都沒有了嗎 哈哈哈哈 我現在只求速死 你卻反來要我求生 你難道還覺得我痛苦不夠嗎 哈哈哈哈 我不是來笑你的 因為我也殺了個人 先前和你差不多的 哦 你殺了誰呢 我殺了那頭白老虎 白三軍醫生 你殺了他 不錯 是我殺了他 我那樣對你 只因為他要我配合取得你武功秘笈 沒想到他取物得秘笈 心情不好就嵌入到我身上 所以他要殺我 所以 所以 呵呵 你就殺了他 我本也以為這一刀 大概刪不了他 誰知道他從未有想到我會反抗 竟毫無防備之心 我這一刀 竟真的 將他刺死 過去的事 不必再提 哈哈 我絕對不會再恨你 哈哈哈 我只望你 哈哈 即使用目著你說 我也早該為你 取出 小妖血那根銷魂針 那方才 你用過度 真已入血即身 我也無力為你取出來 老天要我死 沒有辦法 哈哈哈 事實上還有一個人救你的人 我雖然無力救你 但幾天內 我會帶你去找那個人 如果 想活下去 你就該有勇氣再等幾天 你連接親切 總該活 要我活下去的一定 哈哈哈 我終於去了 那惹也未必肯依我 我很了解那個人 只要你去 他一定會救你 你總好想做的事吧 不錯 我是還有想做的事 不能就這樣死去 你就說吧 你既然想通了 那就和我來吧 讓人脾氣 甚至古怪 我不願見他 你只敢往前走無法 這人叫什麼名字 他叫蘇鷹 蘇鷹 問你蘇不相識 就要求你來救我性命 你只怕會覺得可笑 你見到他後 他也許問你是誰帶來的 你只要說出我名字 對 我的本名是馬易雲 我記得 你走吧 我此話雖身如死 世上再有沒有白虎夫妻這兩人 請保重 再次告辭了 哈哈哈哈 前輩 都安得是季智酷人 季智 配得五 五體頭地 實際隨妙 你只有新華這種人才會上當 我換了你我 只怕再也不會如此相信女人的話 哼 你們兩個只說話當然很輕鬆 沒有老良在那裡罵你演戲 那新華怎麼會相信 是是 如果不是那化物學不要命的亂走 事情也不會這麼麻煩 等我們弄到移花結日的命命 再好好整治這小子 接下來 真的看他輸贏的本事 哈哈哈哈哈哈 討厭這笑聲 偏偏要破壞這令人萬數的幽靜 唉 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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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花無缺 特地來求見蘇英老先生 我就是蘇英 山居優屁 不知道哪位是閣下的引路人 這 在下 閣下既然遠道而來 難道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嗎 在下誤入此間 打擾了姑娘的安靜 抱歉得很 這位公子請留步 姑娘 還有何見叫 你回來了 你並未侮辱此間 而是專程而來的 只不過見了蘇英 竟然是個少女之後 你心裏 就有些失望了 是嗎 就因為你是這種人 覺得若在個少女面前 說出要求的事 不免有些丟人 所以 你雖專程而來 卻又借此要走 是嗎 你若是還要走 我自然也不能夠攔你 但是 我卻要告訴你 你是萬萬 走不出外面那石門的 此刻 你心腸已將被切斷 臉上已現紫色 普天之下 只有三個人 能夠救得了你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只怕也是唯一 肯出手救你的 你若對自己的性命 絲毫不知珍惜 岂非令人失望 沒黑影的 印燈會 蛤 那只是想玩一二 別擔心 這少女懂個機關器械的製作之術 躺到床上去吧 這房裡空無意 空無意了 難道她竟然也用人都沒有 通告的激光之術還管你的嗎 蘇姑娘 我笑得渴了 可以給我一杯茶嗎 這裡只有我專用的茶器 那閣下要喝 只要自備了 你為何不用壓環女僕 這法子起飛也容易得多 我怕沾上那些人的俗氣 好自負的女孩 你說這些話 是因為覺得我太強 所以想壓倒我 是嗎 我不妨告訴你 事實上 沒有人能壓倒我的 我有點都高高在上 你不必白費心機 其實你只不過是落幕進風的女孩子 任何人一掌就可以推倒你 你居然看得出來我不會武功 你的眼光倒也不錯 多謝 你的武功很不錯是嗎 還過了去 但現在就是你求我救你 我並沒有求你救我 由此可見 事實上有很多事 並不是武功可以解決的 人是雖然為萬物之靈 只因為他的智慧 並不是因為他的力氣 那個力氣 連變女子都要比人強得多 現在 你倆老師自己談下去 我給你服一瓶藥後 你這可惡的笑聲 一刻就可以停止了 好妹子 這有你的 無論多麼兇的男人 到你面前都乖得像隻小狗 你為何現在就懶 你不放心我 只不過大家都知道妹妹心高氣憶 所以要來求妹妹 真是委屈些 只要小狗說出一花機遇的秘密 咱們立刻就將這小狗殺了 給妹妹出氣 你覺得我對她這法子不好 不是不好 只不過咱們現在要騙她說出秘密 所以 你覺得我應該對她溫柔些 應該拍拍馬屁 逛一逛她 迷她 被鑰匙甚至不妨脫光衣服 導入她懷疑是嗎 反正這小子已經快死了 就她在一些便宜又有什麼關係 老實告訴你 我對她弄真用這樣的法子 她也是問問不肯說的 那這法子對方你丈夫還差不多 但是 對付她這樣的人 就用我這樣的法子 她才服貼 只因為我這樣對付她 她就問問想不到我有事求她 也就問問不會提防我 否則我怎麼會故意讓她看出我背武功 你總該知道 我雖不屑學一些笨玩意 但要我查到一朵高手的樣子 我還是照樣裝得出來的 我現在才懂了 妹妹你的手段 果然非人極啊 你懂人就好 現在我們快躲遠些吧 明天這個時候 我負責聽她老老實實的 說出以花接雨的秘密 笑聲停了 笑聲停了 不過全身軟軟 軟軟的 沒有力氣 好像有人在說話 欸 出去出去 我說我不要吃什麼 撈什麼紙草根樹皮了 你為何總是要給我吃 這不是草根樹皮 這是人生 管她是人生鬼生 我說不吃就是不吃 你沒見過像很這樣的人 好好好 你不吃 我就拿出去 那是什麼人 希望可以給那蘇果娘氣壽 他就默默地承受 欸 這聲音是 他莫非叫聲浪倒掉 那為人就不肯吃的東西 他竟然因為倒掉也不肯給別人吃 現在你這麼覺得舒服多了 吐氣姑娘 大家好多了 現在還不必謝我 為 為什麼 你現在笑聲所以停止 但那根針還是留下你瀉到旁邊 只不過被我藥液逼得偏了些 沒有觸及你的笑穴 但只要你用力 救急還是難免復發 這 這邊又該如何是好 這根針 陸穴已深 終於黑石一類寶物 也難將它吸出來 只要你自己用內力 或許可以將它退出 但 但我現在也一吃氣都死不出來 你現在只能死會出來 一路能死得出來 也就不必來找我 姑娘難道我法子 能令我珍惜貫通無岸 這當然是有的 此刻 你只要將你鎖定的內功要求告訴我 我便要在旁 救你一臂之力 使你珍惜貫通 逼出毒症 這位姑娘不會武功 但以化功的秘密 雖然不能讓外人知道 這個怎麼辦才好 你難道是怕我脫下你的內功嗎 在下並無此意 只不過 像我這樣的人 若是有一份愛我的心 此刻重飛天下第一高手 只怕也差不多了 你們這些念我的人 總將自己的武功似諾珍堡 又整隻這件事跟我在眼中看來 簡直不止一聞 姑娘慢走 說不說是有的你 但我聽不聽還不一定呢 你們自以為是的絕世武功在我眼中 恐怕比不上一本智商 好像寫的要點了 姑娘莫乖 這家鎖定內功 你與一花接獄 乃是 你已經一天一夜了 我實在想不說 這叔姑娘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兩位前輩對他如此順服 小伙子我告訴你 你見到他時 只怕你話都說不出來 前輩問你們說我太懸了 他 好妹子你果然來了 一花接獄的秘密 妹子想必也問出來了 不錯我問出來了 多謝多謝 你現在還不必急著來謝我 那麼 妹子你難道也將我一花接獄的 決竅寫下來了嗎 是妹子自然要寫下給我們 老太婆你急什麼 我現在不準備寫下給你們 那麼 妹子你意思是 妹子你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告訴我們呢 也許三天五天 也許一年半載 也許十年八年 等我玩夠了 我正會告訴你們的 好妹子 你別開玩笑 都是等十年八年 起飛 急 也把人給急死了 你們急不急死是你們的事 與我又有何關係 但 但妹子也不是答應我 我只答應你 要叫花火學說出 以花接獄的秘密 並不會答應 將這秘密告訴你 身上無語待客 我也不留你們 你們還是回去吧 妹子請留步 你們總該知道 我說出來的話有無更感 何苦再多思 我只想問問他性化的實際怎麼樣 你們只管放心 我如果不打算放了他 那這輩子 就再休想見人了 這 這位姑娘好大的價值 老頭子拿她當寶貝一樣 誰若碰著她一根手指 老頭子不拼命才怪 我夫婦 現在還不想惹那老頭子 也只好放她一馬了 這丫頭竟然守護機之列 前輩為何不拿下她來 你莫看她守護機之列 但鬼心也確實很多 我們這幾個人 倒真的還未必治合住她 你們倆也會不會太膽小 是否一個不會武功的少女 有必要叛成這樣嗎 我靠江玉朗 你有資格說別人了 你莫非不服氣 好小子 我早聽說過 你對女人另有一套 你去試試 那丫頭正有 正在有一些純心蕩藥 說不定 真的會告訴你 那還真的喔 唉唷唉唷 這邊應該精彩喔 這有年輕輕的小姑娘 只要我一出嘛 哪有不守到情來的 更何況這位蘇姑娘 一點武功也不會 我就算不成功 至少你的全身額退 少不了半根蛤蟆 再不計 我還可以報應你上功 那是生命煮成熟飯 還要怕這不是春情的小姑娘 我對我服服貼貼的扶手稱臣 你是誰 每一首冒冒失色的傳入這裡來 唉姑娘莫怪 姑娘你好點要就再下一命啊 你若有病 最快去找大夫 此間幾乎玄虎已未開業 你來幹什麼 別人若是住人家在下 這下整趕得麻煩姑娘 只看世間的名義雖多 卻都是欺恥到明之輩 哈姆諾有姑娘的一成本事 在下 唉 在下也不必牽你條條進來打擾姑娘 喔 你要拯救治療你的兵 是誰告訴你的 嘿嘿嘿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你還不是吃這一套 這 這是在下一位父子前輩 不能見在下無救而死 才指點在下一條名路 而且將在下帶來這裡的 這位前輩不許在下說他的名壞 但在下在姑娘面前又怎敢說謊 只點在下前來的 只是白山君白咬前輩和他的夫了 這兩口子到正是會替我找麻煩 姑娘走不得 姑娘還打 一個就在下一命 呆子 我找我是要去拿藥 你不是要治病嗎 呆子 哈哈 事情有指望 別人都說這隻姑姑娘如何如何厲害 但在我看來 也不過是個粗解風情的狂毛丫頭而已 只要有略施妙技 還不是一樣 立刻鎖到琴啦 來吃點藥 一扶就見笑 你不問我生的是什麼病嗎 我這條藥可治百病 就算無病也很強生 先穩住情況 再對那笑藥不吃 我不吃 為什麼不吃 我一吃那病就好 我的病若是好了 那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姑娘說話了 小壞蛋 好 你吃下去 我還是會陪你說話的 這藥苦不苦 這藥非常不苦 而且還甜得很 甜得像糖一樣 來 乖乖的睜開嘴 我給你吃下去 妙計 這女蛙都有白衣百順 根本不用擔心嘛 酒呢 沒有酒了 隨便小丫頭 給你拿酒來 哎呀 你乖乖在這等一會 我繼續就來 你都站起來亂跑 我可不理你了 我才不想走呢 姐姐 你快回來啊 這是江小魚 剛剛配錯 新書丫頭 你有露龍了嗎 這弟還不過來 來了來了 我這就替你拿酒去 這位蘇姑娘都有意思 別人都跟她那樣恭敬 她又冷冰冰的愛理不理 這人一聲一聲丫頭 簡直拿她當人 反而 像是福氣得很 卻不是這位仁兄究竟有何本事 竟能令她如此聽話 我現在不要急 這女孩叫頭來送爆 我又輕舉妄動 那天下武林中 人的錘眼的秘密 眼看就快到手了 白山君啊 白山君 你以為有聽到這秘密 以後會告訴你嗎 你如果真的以後會告訴你 你可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你說誰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誰敢弄 誰敢說姑娘是丫頭 誰敢知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太高興 居然把嘲笑白老頭的話都說出來 我害怕她沒聽完全 那個人是老糊塗老酒鬼 咱們不用理她 是是是 咱們不理她 你笑得這麼開心 病都已經好了嗎 當然還沒好 我好疼啊 求姑娘 替我裸裸吧 其實 你心裡本認為我才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是嗎 我只能敢這麼想 我難道暈了頭嗎 你認為我很年輕 又沒見過什麼男人 一定很容易上男人的到 所以 你覺得你對女人很有一手 略是妙計 就可以令我頭懷送爆 而且將那一花機會的秘密 老老實實的告訴你 是嗎 哪有這樣的事 姑娘你 你太 請告好像也不太近 何況你知道我絲毫不會武功 就算看過你心意 你沒法子哪有怎麼樣 所以膽子更大了 是嗎 姑娘 千萬莫要錯怪好了 這要絕無此意 不對 為什麼全身進淪了 你一時一期都沒有 這不是故意的吧 你不太有這個意思 而且到了必要時 還想來個霸王應上弓 反正我也無力抗拒 那時生命煮成熟飯 我還能不乖乖的聽話嗎 姑娘不能願望我 無論有此意 就叫我不得好死 上當了 她才不是什麼都不懂的小丫頭 到了這時候 你還想你的好死嗎 我 姑娘 哎呦 你說你生病 我就跟你看病 你說你生著疼 我就問你吃藥 你可知我為何如此聽話嗎 這 在下不知道 求姑娘明示吧 我看你分明沒有病 就要裝成有病的樣子 但我不想你說話 就想防止讓你叫疼 我 沒有病 一點病也沒有 你沒有病 為何要騙我 沒有病 有病 對 你不但有病 而且變得很重 而且越來越重 到後來就乃是一片紙露在你手上 你也會覺得有如高歌 求姑娘 救我 救救我 現在我也沒法再救你啦 只因為我剛才拿出了藥 拿給你吃的 不是清靈症痛丸 而是百病百疼催生丸 百病百疼催生丸 這是什麼藥 只因為有病的人吃這個藥 便是立刻加重10倍 沒有病的吃這個藥 也立刻百病俱身 而且全身疼得要命 蘇姑娘 蘇前輩 我 小人現在知道你厲害 求求你看到百傷君夫妻的面上 讓到我吧 再不求情 連命都要丟了 哎呦 我都要忘了你是百傷君夫妻的朋友 姑娘 千萬忘不得啊 不錯 你既然是他們的朋友 我就不能演進病死在這裡 我還會打一點救救你 只可惜這藥並非毒藥 所以也沒有要解藥 你要吃下去 這該怎麼辦呢 求求姑娘 姑娘一定有法子的 有了 我想起個法子來 什麼法子 我只要 剃開你的肚子 將那藥王拿出來 剖開我的肚子 那你放心 我一定會清新的割 清新的將那藥王拿出來 你一定連絲毫痛苦都沒有 肚子被割開 扔你都死了 還會覺得痛嗎 你真是聰明了 這就是我們家傳的 紫藤秘方 手藤割手 腳藤割腳 頭藤切腦袋 肚藤剖兔子 當保你妙手成春 藥到命處 姑娘 姑娘千萬忘要 你不要我電影治病了嗎 不要了 不要了 你既不要 會沒法子 但這可是你自己的主意 不能怪我不救你 對不對 得得得 得急了 現在你可知道 誰是天下第一大傻蛋的嗎 是我 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傻蛋 大混賬 大白癡 一個人喝酒沒意思 新書的丫頭 你好不過來陪陪我 唉 他才是我命中的魔心 我為什麼看見他就沒了主意 我為什麼看見他就沒了主意 嗯 換我去什麼的地牢裡 我想起來 最近那蘇姑娘替我自傷 結果那根有死真來 我一通之下人就混過去 但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還是蘇姑娘家中嗎 那我為何會在此 那蘇姑娘不懂武功 這裡都是密門或機關 也一定在很普通的地方 也一定在很普通的地方 不過那 不過以那蘇姑娘的機制 那不同 而是比較隨便弄碰得好 看起來就很像是個陷阱 哈哈 是這 是這 走囉 外面有人在說話 是那蘇姑娘 是那蘇姑娘 但我覺得可以告訴你 這三個月來 更加沒有一個人到過那個地方去 只有你 你是這一個闖進那地方去的 絕對不會的 是小一個的聲音 他也在這裡 你一整隻那不是假的 他想按好 除了他們自己以外 就沒有別人做得出來 他們也許是因為自己不敢闖進那地方去 所以叫你為他們探路 為他們打前方 他們也許是瞧不著你 瞧著你不順眼 所以叫你去送死 絕不會的 絕不會的 他從小叫我養大 現在為什麽要害我 為什麽要害我 讓我出去 快讓我出去 我要去找他們問個明白 你現在的喪失還沒有好 對你還沒有完全取勁 怎麽能出去 你的天下第一聰明人 怎麽如此沉不住氣 好溫喔 好體貼啊 什麽人 時間是上我夾課 無論什麽人來的 我都歡迎 這可惜再下來的不是時候 是嗎 隔下不想出來也無妨 只好 只是好花多次 赤上有毒 隔下那有什麽山上 鳥短 兩短 木怪我不懂的 待客知道 是你們 我們夫妻小小開個玩笑 不想那蘇貴倆 小小的吃了一斤 宿罪宿罪 白上軍 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事情有點不對勁 你們又來幹什麽 你們難道不知道 這地方不是你們隨便來的 我們夫妻倆 小小膽子 哪敢闖入好妹子洞服 只是那江小魚是為大哥要殺了人 妹子你卻把他給救活 不小心瞧見 可不能說走就走吧 那你 白嘎哥 你想怎麽辦 我想 那不休別想 我們要的是一花街味的秘密 好妹子 你快交出來吧 那我們就什麽也沒看到 你說可好 什麽 那蘇貴倆都答應他們 那一花公園就要闖出去了 這次我問了 可不能發生 好極了 那東西對我而言一點用錯也沒有 有沒有什麼需要 就隨我來蘇販去吧 不用不用 我們夫妻倆 早也聽說過妹子屋裡機關巧妙 若是隨便只進去了 恐怕就不容易再出來 也罷 既然不回書房 我就當面告訴你們 又也常不可 別過來 喔 白大哥 有什麽好擔心的嗎 我會不會武功這次 你那時候還不知道嗎 妹子雖然不會武功 但他心眼之弱 可是吃不消 吃不過妹子都是脫光衣服 我就放心了 一個女人都是光自私的一吃不瓦 那我還不如花樣來的 哼 白大哥那有疑心 那小妹也只好照辦 那蘇貝倆就被欺負了 還有一花界隱的秘密 我要出什麼 是你 你出來了 不錯 我早就出來了 所以聽見你們之間的對話 都讓你聽到了 不過小子你讓開 現在也沒有利用價值了 我們兩個聯手 你是沒有勝算的 乖乖站在一旁 不要礙事 阿伯薛 你又是正能君子 想必不會演真正看女子受欺負吧 嘿 對 一花界隱的事 一會再說 我實在不能見到蘇貝倆受人欺負 花魔真兵就看不慣你們這種人 今天就來雙到前站吧 這可是你自找的 啊 去死吧 啊 唉唷 好啦我們直接 直接按B謝謝 謝謝 坐 當然家的 情況不對 我們快走 乌若平仰北全息 下次要找人不算賬 阿公子 多謝你現身 否則在多花样 一個人難以死出來 不敢 你可知道我為何要現身 因為你是君子 幫上別人永認的時候 一定會出手相助 我必須告訴你三件事 第一 儀化教育的秘密 絕不能允許外人知道 誰知道只有死 儀化功的經歷 是誰也不例外的 第二 儀化功門下無論做什麼事 都必須自己動手 絕不能別人干涉 也 絕不能夾手於外人 第 第三呢 第三 我也是儀化功門下 無論如何 我也不能破壞儀化功的規矩 如實說來 你不讓他們殺我 只不過是為了要清少殺我而已是嗎 重的情非得已 卻也是他必須 那麼 我要告訴你三件事 第一 你不要忘記 我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殺你的 但我卻沒有動手 你現在如果殺我 幾倍不易 第二 我雖然知道儀化教育的秘密 但我絕對不會練這種功夫 也絕沒有告訴過那個人 你若殺我 其非不能 剛才差一點就告訴別人了 第三 你莫忘 我只是個女人 而且手無福氣之地 那個大男人以強欺弱 男欺負一個弱女子 這非但無理 簡直是無恥啊 嗯 你若一定要做這種 不仁不義 無理無恥的事 若是他也沒法子 但若是那鐵線 既然和魯知道了 那麼一定會對你示範得很 鐵線與和魯 你從來也知道這消息了 快說 你這幫兇神惡煞的 我晚上就會告訴你 只是 儀化介入的事怎麼說 儀化不能秘密 你絕不告訴別人 如果有第二個人知道 到時你再殺了我也不遲 那時 所以遲了 但 但我還是相信 很好 好 小月兒 出來吧 蛤 真無聊 我本來想揍那大老虎夫妻出去的 沒想到被你搶了先 我咋該想到 蘇格蘭隨時可以讓你出人 難怪有事無恐 那可不一定 不到最後關個頭 我才不肯讓她出來呢 對了 你不是回儀化宮 為儀化月靈心的消息嗎 總會到這裡來 出來話唱 我回到谷裡了 大公主不在 二公主也不願意告訴我 只是間接透露出 當年知道秘密的人 還有一人 我左思右想 話也是和儀化宮 為底的思惡形象 於是早上白上軍 就被他們鎖上 來到蘇格蘭這裡求疑 你還想說 被我騙去儀化祭的武功秘笈吧 我聽你說好了 不過你們要找的人 絕不是蛇星象 的任何一個人 而是當初像蛇星象暴訓的那一個人 你知道 那叫什麼名字 他的本名叫姜琴 現在叫做姜別赫 姜琴姜別赫 你也知道他 那是燕伯伯要找的人 不錯 這個人好像知道我們些許 許多事 奇怪 為什麼我們要找的人 和你們要找的人 是一樣的 尤其是我們比較投遠吧 哈哈 不錯 我也是大致如此 而你不是一昌四海一帶 又為何出現在這裡 惡人骨交換我的事不只一樣 我是因為別的緣故 後來才去找魏無雅的 但是我追 尋痕跡到老鼠洞裡 居然找不到惡人骨那些 鼠鼠伯伯們留下來 留下來的痕跡 我怕他們出了什麼意外 就一路打進去 他那天鬧翻了 真的沒有人敢這樣闖進那裡 嘿 說了我都陶醉起來了 只不過那魏無雅的確厲害 出手又賊又滑 就算我更比他高 也賺不了便宜 那 我打不過他 又不想使他獨打之下 只要故意去撞到你的機關 挨上一刀 就昏了過去 誰知道醒來時 就在這裡了 那魏無雅本來也沒有機會救你 但為了魏雅加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客人 就向那人 沿路裡面說話去 另外他也像不願意別人見找我 只因爲 人人生日比較漂亮 他當然怕別人將你搶走 嘿嘿 看來這蘇姑娘非常喜歡小魚 原來是這樣 那你接下來該 接下來打算怎麼辦 我們的安靜之約 沒剩下幾天了 如果像你所說的 經常見證到這個秘密有三個人 我就要去動之三個人的腦筋 或者 或者 這是秘密 哦我卻 我們還有時間 為什麼不去好好利用呢 總是會有其他辦法的 不錯 總是有其他辦法的 我一定要知道為什麼兩位公主 一定要比我們兩個決戰 這是最後的機會 如果我可以選擇 是選你去找證據龍蜜呢 還是我自己來 好 好 找到 啊現在沒有河路 我記得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給你拿 好像已經沒有那個 主線劇情了齁 這樣都是自線劇情 哎吳魚缺 我以前弄個醉醉酒機 可是找不到酒 你可以幫我找找嗎 這不就是了嗎 麻煩你了 謝啦 哎不行不行我們不能先 我們先找到對 對 先找到河路再去解 河路 我來了 河路 公子 你是來找我一起去冒險的嗎 當然是的 這邊有點莫名其妙喔 這邊不能飛啊 這邊就不能飛美 有敵人不能飛啊 剛才一塊跟我沒有飛了 藍得飛 那我現在要去哪裡 嗯 喔連心啊 找連心姐姐 師父 我缺 你可需要維斯的幫忙 那我們就走吧 耶 連心啊 哇 七十五等耶 喔 這個 這個很華麗 嗯 嗯 讚 少公主 怎麼回事 剛才好像說了委屈似的 幸運風上人皆喊之 被拍了看守 那個不希望能都看到 看到些人 公司能夠拜託出發兩位工人 來佩護一陣子 出發多幫手 少一個應該沒問題 謝謝少公主 這辦法上公主幫忙 好然後大神這個 大神事件 墜機 別亂說啊 就是嘛 兩個人的反應都這樣機耶 那就是沒錯了 哈哈哈哈 上上公主說一個人 寂寞五話可說 你可願意去陪陪他 好啊 我之前沒事情可做呢 花公子 那一塊記憶秘密 我不會說的 好啊 這邊的房間放些密道 是這樣好嗎 公子 這好像有個密門 要小心 聽說說過你的房間花樣很多 可能有危險 真的有危險啊 神蛇丹 我先看來 好啊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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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剛剛那是什麼東西 蘇姑娘做出來的怪物吧 還好打贏啊 結果進來這邊什麼都沒東西啊 那我進來幹嘛 對不起我幫你的機關人打壞 走囉 蘇因地牢可以打狐仙 妙手可以偷巧奪連環秘籍 好多一下 拿到了 走 小子你可是花五圈 這下真是花五圈 這位前輩是 拿了橫 老夫奇咬洞 外號鐵掌正關洞 這兩年閉關潛心英雄烈 不問事事 小朋友出關後聽後移花宮出現一個傳人 今日一覺 原來是個粗粗江湖的小子也罷 你走 我可不能勝之不 個人龍骨四小 儀花公聲明是道 這位老前輩嫌慢 小朋友不是我狐狸 我雙掌上也就四十年火候功力 你回頭佔定個二十年 還差不多 老前輩竟然專程而來 我顯然叫前輩空手而回 請製造吧 好啊 到下獲勝小朋友看別 這就叫儀花公製造厲害 沒事把名氣張揚過大 至少麻煩 你不知道公主在我旁邊嗎 好 掰掰 這這這 我竟然輸給一個蘆蟲圍桿的小子 多謝老前輩刺招 你可不可以教我練的什麼掌法 什麼東西啊 至少道長 原來是你 不過我現在已經不是武當派的掌門 只是個出來雲遊四海的老道 道長風放 果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我這裡封書信 是要給現任武當掌門玄陣道長的 你可以幫我跑一趟嗎 小小事情 幫道長走一趟又何妨 那老道我先說謝謝啦 花公子 請稍等 道長還有何指甲 花公子這位 可是連心公主 欸 我問你知見 我既然從無缺一桶出來遊歷 就不但是一花公公主了 我也是 自從屍首打死四會仗大的時候 我就一開無當 做個閒魚也會盜視 不過整個心都還掛念著 從前種種 所以一見到固能 總是巴不得多說幾句 哈哈哈哈 無意久聞道長風采 今人在此相見 實是有緣 既然有如此家園 我們何不來討論一下武功上的心得 以往有門派限制諸多不變 現在可是時候了 我亦有此意 道長的先天無上鋼器 海內馳迷 現在正可以請教 不敢不敢 以花公武學天下皆知 老道才要請教 多些道長相助 讓我功率再進一程 唉唷 這個是本來有的嗎 我以前好像沒有 沒有聞到這個 極命孤星 老舅的收穫才大 以花公和武當 野行家的路子 都是借力實力的功夫 和公主這幫交談下 老舅似乎略有所感 好像也有多懂得一些 實在是大遊收穫啊 道長 你慢慢想 現在我不打擾了 過幾個月 我們再來看看道長 你用我的新武學 信 我一天為你送到的 不敢當 你們去吧 欸 欸 這個是 憤怒技 本招乃是移花機率的變形 敵人越強死 這一招也隨之更強 哇哦 大神獸囉 哇哦 怎麼臉心那麼爛啊 可以啦 我想辦法讓他出來了 欸 對齁 拖起來 有有可以可以可以打了 很弱的 好 就這樣 優名鬼手可以賣錢齁 好 哈囉 今天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接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右上角QR Code 是 大蛇LINE社群齁 可以加入 大蛇LINE社群 然後輸入你的YouTube名稱 跟Twitch名稱 就可以加入啦 好不好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